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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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間屋會有空隙的空隙 這間屋會有空隙的空隙 上去之前再看看這邊 有個樓梯底的空隙 寬頻也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走樓梯上去一樓 這邊也有玻璃可以透光進來 窗簾也會留下 上來的時候有四間房 右邊有兩間 左邊有兩間 這裡有個family bathroom 已經做了高層的浪魔巾架 有窗的也有抽繫 這邊就做了半磚 這個位置不算窄 這邊已經做了半磚 那如果要做個花灑的話 這邊就做個全磚 再加上個花灑頭和玉簾 旁邊就是其中一間小房 一間單磚房 一間單磚房 夠位置放一張單磚床 這邊也可以夠位置放一個衣櫃 再加上這邊有個床頭櫃 或者可以放一張小的書桌 再看看外面的景 都看得挺遠的 可以看到我們的左邊 那邊有個湖 Elon也比較多雨水 但也沒有任何的 這邊的公屋卷裡面 沒有任何的水浸跡象 可以看到外面的 開些窗給大家看看外面 整個環境是非常之靜 因為這邊是不近任何的MOTORWAY 繁忙公路 又或者是火車軌 旁邊都是農場來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這個的主人房 主人房當然就是雙人房 這個窗其實比例上也不小 好像旁邊的房子一樣 旁邊的窗比上就很大 也可以看看那邊的農場和湖的位置 床頭和窗上也會留下來的 也要做到這個入場的衣櫃的了 床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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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头的 床頭的 床頭的 至於這個入場的衣櫃呢 分開了上下兩邊 現在就看看這個Encret 這邊是做了半磚的 這個位置有個抽氣扇 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 做了全磚的 旗桿位 也有個 螺毛巾架 地板已經鋪好了 由上除了 浴室之外 也是鋪了地毯的 上去樓上的Loft就在這裏 那個Hatch 在看剩下兩間房子之前 這邊是有個Storage的 然後就看看剩下兩間房子 這間房子已經是包了入場的衣櫃 這邊就是看回內街景 這間就是 兩間的商量房其中一間 除了這邊有櫃之外呢 其實這邊後面 也還有多少位可以放東西 然後就到最後看完這一間的單人房 這間他現在就用來做一間書房 看看 看看外面的景 那就是看回內街的景 上面的燈也會留下 這個窗簾也是 也是 如果這間房子不用來做書房的話 也可以做一間單人房 我們就看完了這個單位的入面 現在的放售價 是470K 以四房單位來算的話 當然是要大一點 那那些都要500宗的啦 546K 570K 600K 所以以這個 的四房單位來算的話 性價比也算是挺高的 那那還要這個單位 那還要這個單位 是已經是 製造了一大量的upgrade啦 譬如 地板呀 廚房呀 他的 標籤walltrip呀 那之類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花園是怎樣啦 那看回之前呢 就先看看一間屋的外表啦 那一間都 跟隔壁屋分得挺開的一個 四房獨立屋 那有個前院的 那這個 隔壁的車呢 那就是隔壁屋的單位 那個車房 那這間屋的泊車位呢 那就在 另一邊啦 那這個的單位 亦都是 幾近 整個屋苑的 旁邊的位置 那就看一下泊車位啦 那這裏都幾闊下的喔 那這邊呢 亦都有幾隻窗 那黑色的兩個呢 一個就是 電錶 一個就是 煤氣錶啦 那這裏都可以很輕易地拍到兩架車啦 那旁邊屋的車位就是左邊街屋的車位就在它的另一邊啦 那我們進去那個花園看看啦 那花園已經是弄好了啦 那大約有些手尾要撿的 那譬如被人 踩到殘了那些草地啦 那它都會 是弄好 鋪回帥仔 那才會交收 那大家見到上面那個deck啦 就是我們的左上角的 那也都會留下的 那其餘那些 都是會留下的在那裏啦 那這邊呢 亦都有個的 水龍頭位 那這個花園的景觀都算是幾開揚的 那它旁邊呀 前面呀 後面呀 亦都沒有任何的青房擋住了 這邊呢 亦都有一個燈在那裏 那已經是 弄好了的啦 那那些藍樹也都是 送來 給這個的新業主啦 那那如果真的不想要的話 那其實亦都可以弄走它們的 好啦 那看完這間屋的 裡面 和那個花園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 它外面那塊的 草地 和那個 湖啦 那對面的單位呢 基本上已經入了火的啦 那很快出去 那在那個單位走出來的 時候呢 那就會去到前面這個 可以散步的位啦 那旁邊的那些屋呢 都是那些四房和五房的獨立屋來的 那這個位置 亦都沒有任何的 Affortable housing呀 又或者是 那些 廉宗屋那種的單位在那裏 那這個都是Codacet來的 我們的左手邊 那這個呢 那就是 一個 濕地 和 一個 壺啦 那這一排屋 那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入了火的啦 那全部 亦都是私人的 放手的 並不是任何的 Affortable housing呀 這個位 這個景都就是相當之美啦 好啦 那這個 的 示範單位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啦 我們上一次介紹 一個的 MK示範單位呢 一條片 早上 英國時間11點出 下午3點已經有人過來 立刻說要 所以示範單位在MK裏面是非常之搶手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快點和我們聯絡啦 那MK和附近 還有什麼其他的屋苑可以選擇呢 我們現在和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上次就介紹過一個叫北琴恆的地方啦 一個很傳統的英式的小鎮 那大家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在MK附近的一些傳統的Town啦 那其實除了北琴恆之外 還有另一個選擇的 那就是一個叫做Layton Buzzard的地方啦 那我們呢 就是 處於Layton Buzzard的市中心啦 那這裡也有一個新的屋苑是放售的 距離市中心大概都是5分鐘的車程就到的啦 就這裡下去倫敦的話 那火車都是大約半個小時左右就到了 所以都是 可以說是 倫敦一小時生活圈之內啦 那個人來說都幾喜歡這個Town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 我們有片是介紹這個的屋苑 Clipstone Park 那另一個都是距離MK大約 在20多分鐘車程的地方啦 那就是一個叫做Willow Grove的 新的屋苑啦 哇那個景色非常之靚啊 這個湖景 那我們身處的正正是這個屋苑入面的其中一個優點的地方啦 一個非常之大的項目來的 那還有都將會有新的火車站可以直接去到倫敦 那這個位置 最近的Town是一個叫Betford的地方啦 那我第一個有片是介紹這個的屋苑的 那大家也都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啦 那但是如果大家都想說 想留在MK市中心那有什麼選擇呢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屋苑啦 White House Park啦 那一個非常之受香港人歡迎的屋苑啦 那因為它 距離 這個 MK唯一一間Outstanding中學 那是非常之近啦 那是他的Catchman裡面來的 那發展商是Crest Nicholson啦 那我們也都將會有片是介紹這個的屋苑 那也是賣家面用的 那除了White House Park之外呢 我們在MK裡面代理的屋苑包括了Eagles Rest啦 那是MK17裡面來的 那這個屋苑也都有一間的新的小學 以及都是 很近一間的新的中學啦 那屋苑裡面也都有巴士站 以及 將會有一間新的Saint-Bridge 那在這個屋苑裡面有什麼的單位好介紹呢 那其中一個很受我們客人歡迎的 那就是一個叫Hoden的屋苑啦 那一個四房的獨立屋啦 那它有兩個的浴室 和一個的洗手間 那全部都是名次啦 全部都有窗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study啦 而它的對面呢 那就有一個廳啦 那這個廳都不算小的 而在這個廳的斜對面也都有一個 的樓下的洗手間 那洗手間裡面呢 那也都有一個的儲物室的 那在MK裡面除了 White House Park 和Eagles Rest之外呢 我們還有另外三個屋苑 是做代理可以介紹回給大家的 那另一個都是在 Outstanding中學的Catchman裡面呢 就叫Fairfield 那現在就只剩下兩個的三房單位 在防守著的 那另一個Wobendance啦 我們有另一段片是介紹回這個屋苑的 那這個的都是非常之受香港人歡迎啦 那而另一個屋苑呢 叫做Brooklands啦 那也都可以為MK裡面 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屋苑 那現在只剩下的單位 不是太多的 那一個十年計劃都差不多了 那而David Wilson Holmes的Brooklands 剛剛也都推出了大概 十二三個單位啦 那現在Brooklands推出的單位也都很近這間的中學的 那走過來的話都是幾分鐘就到了 那學校轉出來之後呢 繼續繼續向前走呢 那大家就會很快會見到 這裏呀那些超市的位置的啦 那見到前面 黃色圓圈的位呢 那已經在這裏啦 那在我們現在的左手邊 是一間的 診所啦 NHS的診所 那所以在正這一個位置呢 那已經是有了診所呀 那下面有藥房呀 那前面有一間大的超市呀 那正正在這裏對面啦 那正正在這裏對面啦 這個叫Health Center 那中學都在正正前面見到啦 非常之近的 那所以的配度是非常之好啦 那這裏附近亦都有一間小學啦 那這間小學也是一間Outstanding小學來的 那我們一到繼續向前走啦 那其實很快就會見到有個巴士站 那巴士是來往回 Milton King的市中心啦 那跟我們剛才我們後面所提過的 Amazon 那個的倉庫啦 那在這裏 搭巴士出回市中心的話 那你預約大概20多分鐘左右啦 那超市的斜對面呢 亦都有個小的shopping center啦 那有兩間的 外賣檔亦都有一間Saintbury的超市 那亦都有些飛法舖啦 那所以整個的配套呢 是很完善的這個位置 對啦就是前面這些的單層巴士啦 那正正在這裏的斜對面就是啦 那除了全新樓之外呢 我們在MK17亦都有一個 二手樓 是不是在放手緊的 那是保養得非常之好啊 那都是入了火不夠兩年 一個三房的半獨立屋單位 那廚房亦都保養得非常之好的 那樓上有兩間雙人房和一間單人房 而那兩個的浴室 亦都是有窗的 那而外面的花園呢 那已經是 做了一個全磚 那麽仔啦 那所以 打理方面就非常之簡單啦 那還有花園都是大的 那這個單位現在放售價是380K 那時候呢就和大家來到MK市中心啦 那這裏的火車呢 最快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啦 那我們一邊駕車一邊和大家 介紹回MK這個地方啦 那這個地方呢有好多roundabouts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的回旋處啦 那爲什麽有那麽多的roundabouts呢 那其實要追溯回 爲什麽 MK這個地方會 是建立起來的 那其實可以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講起啦 那那時候 因為打仗的關係 是也都炸了不少的地方呀 那當時有 很嚴重的房屋短缺的 尤其是倫敦那裏啦 那所以英國政府呢 都在 倫敦附近 大概 50個貓左右呀 那這種地 的位置 那建立一些新的市鎮出來 那當時 第一期呢 那會包括了 那會包括了 譬如說 史蒂芬尼珠 Crawley呀 Hammel Hempstead呀 哈勒呀 Werling Garden City呀 Hartfield呀 巴塞頓呀 Bragno呀 Corpheed這些地方啦 那比較多都是倫敦以北的 那當然有些在倫敦的以東啦 那還有 南邊都有的 那但是坦白說 這裏剛才所講過那麼多的地方呢 我會認為 Werling Garden City啦 和Bragno是比較好之外 那其他都是 一般的 那當時就是1946年 47年 那時候啦 那 第二期呢 應該是第三期啦 是的 第三期 和倫敦有關係的 那就是 譬如Mutain Kings呀 Peterborough呀 Northampton呀 那這地方啦 那這地方就是大概1967年的時候啦 那開始的計劃去起啦 那所以那時候呢 就已經是會 去建立回一個 Mutain Kings 一個全新的 可以說是Garden City的concept啦 預計會有容納到大概25萬人口的 這個地方 那其實到現在呢 呢 那 MK的人口已經是到達了27萬人口啦 那某程度上呢可以說已經是到達了他 那這裏 最初 預先那個計劃的 常限啦 那這裏人口的比例是怎樣呢 那 71%是白人啦 那 亞裔和黑人大概有10-12%左右 那而英國出生的話 也都有大概73% 那另外的 大概 7-10%呢 是歐盟 亞裔 又或者是非洲出生的啦 那所以這裏都比較多外來人口的 那那說回剛剛提過這裏有很多的 那其實這個 的 城市規劃的 的設計呢 那是預了有一個 一個grid的system 一格格那樣的 那每一格就大概一公里左右啦 那所以大家會見到有好大量的runabout啦 基本上 這裏的 車子走得到幾快下的 那好多的路啦 都是走着60個馬啦 那所以大家如果是 在這裏開車的話啦 那都可能要小心啦 又或者呢 要學一下怎樣起步起快點啦 那我們說這麽快呢就到了 MK市中心 那一個最大的購物商場的位置啦 那我們現在在它的旁邊的停車場啦 那有幾大呢 那我們一邊開車一邊同大家講 那現在可以說是 這裏的最 大約是最藍的位啦 那我們 一直見到的 右手邊的玻璃的那些位 那全部都是舖頭啦 那這個是一個centre mk的位來的 那其實除了這個地方 之外呢 那其實MK裏面都有好幾個其他的商場的 那那尤其是 在一些小區裏面啦 那都有 當地的local的retail park啦 那那譬如mk4那樣 那也都有 那一間的大的morrisons啦 那那附近也都有 那也有 那也有其他的店舖的 那那去到每個區都有呢 剛才都提過啦 那在mk10那裏呢 那也有個kingston的 的centre啦 在那附近啦 那裏面有costco 裏面有 大的tesco的超市 那我們現在其實開車 就是開了一半左右啦 那 這個地方呢 那其實都是預了 在mk一個小時之內呢 那那些 附近居民會過來 Shopping啦 那譬如包括了 在Cambridge呀 Oxford呀 這些附近地區啦 好啦 拍好車之後呢 現在跟大家進來的商場 看看啦 那其實都幾大 幾好行的 那裏面有大概200間店舖 左右啦 那以倫敦意外來計呢 這個也可以說其中一個最大的商場 那其實好像mk那麽現代化的 的地方呢 其實英國來計是 都比較少有的 那也都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現代化啦 所以未必個個都喜歡的 那尤其是英國人的話呢 喜歡一些比較 歷史氣味濃郁的地方啦 那這裏附近有什麼選擇呢 譬如是Layton Bazaar啦 又或者是 Buckingham啊 那這些地方呢 那也都是 即有些特色多一點啦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 的示範單位現場到這裏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地英國 租樓、賣樓、裝修 甚至乎賣樓呢 亦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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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